男人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可以把人烧成灰烬 他是帝国出了名的杀戮战士 可在一次剿灭叛徒的行动中 他竟然陷后了残缺中的男人 因为巴顿大公制造了一场叛乱 皇帝大发雷霆 他派基隆前去除掉巴顿大公一家 失手堆满了整座大功夫 基隆冷漠地迈着骨子走向巴顿大公 男人不可置信地看着一切 偏偏他的儿子先一步倒在了地上 他发出一声惨叫 为什么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让上帝对我们家族如此残忍 基隆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 男人急了 什么叛乱 你知道的这件事情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是被陷害的 而且这么多年来我对陛下的忠心 你也是看在眼里的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陛下让我来除掉巴顿大公 所以现在你可以停止反抗 男人不为所动 越发激动地咒骂起基隆 你就是皇帝的走狗 身为你以前的师父我为你感到可悲 我诅咒你会为你的杀戮付出代价 你会下地狱的 男人实在是过躁 基隆烦躁地拿起肠 就把他长了 我都说了让你不要反抗 至少那样可以有尊严的下地狱 基隆看着男人身后的房间 一时来了兴趣 里面放满了男人收集各种兽皮衣宝 他不由地觉得可笑 说我下地狱可自己做的那些事 没有一件可以让人原谅 一块大大的红布挡住了基隆的视线 他好奇地把布皮扯下 没想到里面竟然关低一条草 大人你在里面吗 我们差不多清理好了大部分经济 你想升点 大人那是一条鱼 不准确地来说是条美人鱼 我听说巴顿大公喜欢收藏奇珍异宝 没想到他竟然抓到了传说中的美人鱼 大人收藏本身没有问题 可传说记载要是伤害了美人鱼 那就会被他杀死 也许巴顿大公的死因和这个有关系 你说错了他之所以会死 是因为谋划了一场叛乱 和这些鱼没有关系 梅露心好奇地注视着基隆 嘴里一压压地说出一些文字 基隆要把这里的一切都打包带走 只要是这片土地上的生物 就都是属于皇帝陛下的 可是大人 美人鱼也是属于陛下的吗 那是当然你去看看其他房间的情况 听到他们似乎要离开了 小美人鱼有些慌他左部右盼地观察水缸 就在基隆他们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的时候 美人鱼身体撞向了水缸 基隆戏地看着他 尹恩则十分不解美人鱼的举动 说他是想要攻击他们可他这样做 明显先隔屁的是他自己 我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想去地狱见他的老主 基隆举起长剑靠近水缸 大人你是想要把他杀了吗 为什么不可以 陛下不是说要把城堡里的人全部除掉吗 可是大人等等 基隆不顾手下的叫唤 执意拿件披向水缸 一瞬间水缸破裂 美人鱼手紧紧抓住他的衣领 整个身体扑到他的怀里 人鱼四目相对 基隆盯着美人鱼的眼睛一时竟然失了身 抬起手轻轻抚摸他的眼睛 传说深海里住着世界上最美的灵女 他们最喜欢俘获男人的灵魂 然而男人却在一次解决叛乱 发现了传说中藏在深海里 本带把他一并除掉的男人 却因为一双灿烂的眼睛准备把他留下 美露西呆呆地盯着基隆 手不自在地在他的胸前晃动 基隆叫来布下伊恩 已去把这条人鱼放进水缸里 然后打包一起带走 这样做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等他们离开基隆一个人站在房间陷入回忆 准确来说这是他第二次进入这里 然而第一次的印象就十分差 那时候巴顿大公收复了巴顿王国 将他一起合并成了现在的巴顿大公国 男人臣服在大公面前 基隆一脸无神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而曾经的师父巴顿大公却满脸神气 他屈辱地让他好好看着 基隆一把将桌上那个男人 引以为傲的标向把随 这该死的回忆总是让他烦躁 大人鱼给你带来了 您刚刚叫我把他放进水缸里 可是他有腿了是吗 试得水干了之后就变成了这样 没想到这鱼还会模仿人类 看来巴顿大公还是挺会收藏的 基隆抬起美露西的头 发现美人鱼的身上有不少的伤疤 心里有些不开心转头质问伊恩 他的身上留下这么多的伤痕 这就是你对待战利品的态度吗 伊恩我是叫你好好照顾他 大人您误会了美人鱼一开始就那样了 从水里拿出来的时候 身上就到处是伤痕 也许是巴顿大公干的 传说美人鱼的眼泪会化作珍珠 我想巴顿大公为了得到珍珠 就通过皮鞭折磨美人鱼让他掉眼泪 要不然就无法解释了 小人鱼你可以听到我说的话吗 你那个前主人是不是有这样的爱好 美露西身子一直抖得不停 可眼睛却比大海还清澈美 鸡龙一下又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 他还是挺喜欢小人鱼这双眼睛的 似乎感受到男人没有恶意 美露西张嘴一压压的学着讲话 伊恩见状赶紧催促鸡龙后退 他很是不解为什么大家伙一下戒备起来 那个大人抱歉 传说美人鱼的声音会蛊惑人的灵魂 够了别再说什么传说 你之前就已经妨碍到我了 可大人我们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我好饿 一旁漠不作声的美人鱼突然开口 伊恩他们本想上前动手 可还是被鸡龙阻止了 好饿 我饿了 美露西小心翼翼地抓住他的衣服 他竟然在说自己饿了 男人在战场上救下被囚禁的美人鱼 打算驯服当作宠物圈养起来 可离开水的美人鱼却出现脱水 一二八鸡地仿佛下一秒就要隔皮 情急之下男人提起伴虫水 本很泼向他 没想到小人鱼立即就恢复了好看的脸色 我饿了我要饲料 美露西抓着鸡龙的裤腿萌萌的请求 伊恩你听到了吗 这条鱼竟然开口说话了 这可太有意思了 看来我们这次的战利品十分有趣了 伊恩你就一点都不好奇 我们把它带回帝国会发生什么吗 就这样按鸡龙的要求 带着美人鱼踏上了反程 船马上就要进入逆风海域 鸡龙赶紧指挥升起后面的船帆 伊恩悠哉游哉地晃了过来 大人这趟旅程还真是漫长了 我们不仅制服了西部的游牧民族 还成功剿灭了巴顿大公国的叛乱 时隔半年马上就要回到特里斯顿了 伊恩你有话就快说 不要再扯一些有的没的 好的大人 就是那个人鱼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博斯海 你看我们要不要在那里把它放了 况且陛下不是下令 不要留下巴顿大公国的任何人吗 可那不是人只是一条鱼 我想把它留下来当作宠物 什么宠物 说到这个我的那条鱼现在在做什么 伊恩带着鸡龙来到人鱼面前 此时的美露星躲在角落里 身体一直瑟瑟的颤抖 他这是怎么了 可能是太闷了 他不停地在撕扯衣服 可是他的脸色也很难看 离开巴顿大公国之前 我不是叫你为他吃点东西的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把城堡里剩下的鱼都给他了 那是在人鱼房间发现的装满生鱼的土 我猜那就是他的口粮 所以就给他吃了 不过想想吃生鱼也很正常 人鱼不可能像人类一样 喝汤吃油炸食品 鸡龙走到美露星面前 你就这样别乱动 他把手指伸进人鱼的嘴里 嘴部的温度很正常 可看他的脸色就像快要断气了一样 这也太奇怪了 大人这要怎么办 要不我们还是把他放回深海吧 他应该是要水 站着干嘛你还不去拿水 可是他渴了我们有准备水给他喝 但是我们即使放在他面前 他也不喝 鸡龙夺过侍女手上的水瓶 伊恩他是人鱼 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有笔可 还更需要的东西吗 说罢他便把水瓶的水 往美露星全身脱下 神奇的是 刚刚掩掩一息的人鱼 马上就恢复了生气 呆萌地眨巴着眼珠望着鸡龙 怎么样 你挺觉得好点了吗 美露星羞羞地抬起头 嘴里一边说着听不懂的单词 伊恩打电话给三夫过来看看 好了再来通知我 说完他就要离开房间 美露星有点慌 他匍匐在地上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扯住他的裤子 你要干什么 我可不想收养这么柔弱的主 美露星爬上他的身体 捧着他的脸蛋 用着不知道哪里学会的单词说话 你不要走 不要走 羞的便躲在了鸡龙身上 在大海的深处 隐藏着神秘的人鱼家族 他们在成天后会去寻找恋人 在最相爱的时候会杀掉伴侣 重新回到大海神迹 那时候的美露星不太理解 可同伴却告诉他遇见对的那个人就明白 那天美露星透过鱼缸看到英俊的鸡龙 他想他会是自己记忆里那个对的人 但还是没能理解 他听从母亲的教导 找到爱人就会生下漂亮的宝宝 不幸的是第一次出海 就被邪恶的人类抓捕了 那段记忆十分痛苦 美露星从梦里惊醒过来 没想到却发现自己安然无恙地躺在水缸 他激动地捧起属于大海的味道 终于再次见到熟悉的家园 我想我会重获新生 鸡龙默默地在一旁观察着小人鱼 惊讶他竟然重新长出了尾巴 美露星也注意到了他 他欢快地游到浴缸的边上 激动想要询问男人 是不是一直在帮忙为自己着手 他很感谢他为自己做的一切 可是不知道如何使用舌头讲话 小人鱼你现在好点是吗 那就不枉费我叫伊恩辛苦在海里取水了 激动温柔地用手指触碰他的额头 小人鱼乖乖的 你能听懂我说的话是吗 传说如果伤害了美人鱼就会被他们杀死 那是流传已久的死亡诅咒 可看着小人鱼呆萌的样子 可能连诅咒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小白菜 美露星望着水里的倒影 像个小孩子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开心地玩水 激龙试探地掏出腰上的匕首 慢慢地靠近小人鱼的尾巴 这么突然地举动美露星惶惶了 用着无辜的小表情看向激龙 憋了半天试探性地伸手抓住了那个匕首 为你以为那个是什么 激龙背着天真的小人鱼整无语 美露星却因为抓住他手里的东西感到异常的开心 看着那样美丽的笑容 激龙又想起了父亲给自己讲的关于人鱼的传说 人鱼这类生物特别漂亮 但是他们最擅长用歌声迷惑人类 为他们制造虚假幻想那样足够让人发疯 就像我现在的状态 就在激龙走神的时候 小人鱼把匕首的刀削扯开 看着锋利的兴起玩意 美露星露出了呆萌的眼神 激龙有些恼火 放手 我叫你放手 他用力一扯不小心误伤了小人鱼 美露星这才明白那玩意会伤人 激龙实在是烦躁 看来回去之后得先教会他说话 他这词汇量比鹦鹉还少得可怜 激龙没趣地离开了房间 美露星不想他离开 星想估计是因为自己语言不通 他才不开心的 于是他决定好好学会说话 在海域里行驶了那么多天 激龙一群人终于到达了帝国 身后拖着一个密封的大箱子 士兵们好奇地询问伊恩那是什么 上级命令不允许泄露伊恩没有说话 可是还有一件事让人很不开心 这些迎接的百姓看起来很是害怕 就像我们是来征服他们的 而不是打了胜仗 传言说无论谁与大人的眼睛对视 就会化为灰烬 那还得感谢先皇让大人 有了帝国死神之城 但是这些都是谣言 人们很快就会淡忘这些的 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外面热闹的动静同样吸引了美露星 他偷偷地在幕布之下的水缸冒出了脑袋 拥有绝世容颜的美人鱼小姐 为了见到命病的恋人 不惜离开大海来到人类世界 他咿咿呀呀地学着人类语言 只为了和男人说上一句话 然而再次见面他却被女仆认为是灯土子 安妮正准备去厨房 却被其他女仆教主 他们露出嘲笑的姿态 你这个时间去厨房 看来是为那位去准备食物吧 你也是辛苦每天都要给他准备食物 安妮笑了笑表示自己没有那么累 然而他们却不太相信 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说道 好了我们都知道的 这些天员工们都在讨论 大公带回来的恋人是条人鱼 传说美人鱼用歌声就可以把人给杀死 不准确来说是听到他们的声音就会隔皮 安妮这是真的吗 安妮真是对这些人无语死了 竟然问出这样愚蠢的话 如果听到美人鱼的声音就会死亡 那自己早就已经不在了好吗 安妮敲了声门就抱着一桶食物走进了房间 小姐我是安妮 很抱歉让你久等了 美露心看到安开心坏了 尝试着开口对她打招呼 安妮好 小姐不是安是安妮 安 好吧安叫安吧 安妮很无奈 不管教了小姐多少遍 她总是叫错自己的名字 每天也都是待在水里吃生的食物 小姐给你 看你之前吃乌贼很享受的样子 我就给你准备了这个 美露心拿起乌贼心里甜的帽袍 谢谢你安 安妮听到这次回的这么正确 激动合起双手为她开心 然而这时的大门突然开启了一条缝隙 美露心紧张地望着 安妮看出了她的期待 小姐你是在等什么人吗 等吗 是的等待 就是问你有没有想要见的人 这样想想看您来的第一个月 伊恩伯爵经常给您送食物和水 所以小姐您是在等伊恩伯爵吗 美露心脑海浮现鸡龙的背影 误以为她就是伊恩 羞羞地低头承认了 安妮惊讶地看着她 哎呀小姐您脸红了呢 不过小姐您喜欢她什么 是英俊的脸蛋还是光荣的身份 美露心不太理解安妮的话 只是害羞告诉她自己喜欢伊恩 安妮就不明白了 伊恩已经好久没来看望她了 为什么还要喜欢她 好吧您请转过身去 我要帮你砸头发 说实话美露心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姐姐说的那样 遇见鸡龙的那天 她就认定了她会是自己的爱人 只要可以看到她 无论多久她都愿意 毕竟她为了等待命定之人 她已经等了不知道多久了 无聊地吐起泡泡 姐姐告诉她命定之人的出现 需要等待 这时大门响起打开的声音 美露心以为安妮回来了 开心地叫唤安妮的名字 然而却看见了生气的鸡龙 你在等谁 你这样子看起来很好笑 又是哑巴尾巴也不见了 美露心抬起自己的腿 结结巴巴地说着这里这里 鸡龙听懂了她的话 手放在她的腿上 其实她不说美露心还没注意到 自从来到这里 她的尾巴就没有出现过 不过她大概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里的水和大海里的不一样 美露心捧起水给鸡龙看 嘴里碎碎念水 鸡龙满脸疑惑 完全不知道她在讲什么 眼看她听不懂美露心急了 伊恩是水 什么你叫我伊恩 鸡龙还没来得及发火 突然就被安妮用力推开 安妮把美露心护在身边 大声质问男人是谁 为什么这么大胆 出现在一个女士的房间 强硬的命令她赶紧离开 鸡龙觉得好笑 你让我出去 你确定你是在跟我说话 鸡小姐被当成宠物圈养起来 饿了就吃生鱿鱼冲击 不会讲话就和女仆练习对话 然而就在安妮离开的一瞬 死神大公鸡龙来到了房间 美露心期待地叫出了她的名字 却不想直接惹怒了男人 你确定你要命令我离开这里 我很确定你这个疯子 美露心见情况不对 立马提醒安妮 安妮这才反映过来 眼前之人是大公 鸡龙十分不悦 她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自己府上 出了什么新的规定 主人见自己的财产 还要别人同意 大人我很抱歉 我是新来这里工作的 没有认出您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该死 安妮颤抖着身子跪在地上 但这却不能消除鸡龙心中的怒火 她取出腰上的利刃 一步一步走近安妮 我知道你工作得非常不错 可就怪你连自己的主人都不知道 美露心惊恐地注视着 在男人砍下的一瞬冲了上去 一恩不 美露心知道她拿出的东西会伤害人 她不喜欢她这样做 谢谢 这种时候你不应该说谢谢的 你需要祈求我 美露心疑惑地说出请求 这让鸡龙出乎意料 看来你已经学会了 食物能量等基本词汇 原来你不是哑巴呀 就连身上都长肉了呢 鸡龙把她从地上拉到自己怀里 哈哈 你现在都知道跳到我的怀里了 做得很好我的小人鱼 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阻止了我的剑 那我就要把那个女仆杀了 听美露心不太理解K的含义 但是安妮却已经吓出了眼泪 跪在地上绝望地请求饶了自己 鸡龙没有理会她想到了一个法子 你试着说出饶了她 只要你用自己的话说 我就会饶了她 跟我学我请求您饶了她 美露心听懂了她的意思 骨气勇气说出了那句话 请饶了她 鸡龙刚想表扬她很乖 可却被伊恩这个名字打住 她烦躁地推开美露心 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既然她说出了那句话 我放你一条命 但是你今后要教她说得更好 我不想自己的人 还不知道主人的名字 希望之后不要再从她的嘴里 听到伊恩这个名字 伊恩不知道哪里得到消息 立马来到了鸡龙面前 这是不是很奇怪 我放了那个女婆 正常来说那种 为了生存而屈辱求饶的人 我一定不会心慈受乱 奇怪的是 我第一次见到那条鱼 就感觉不一样了 鸡龙拿起手里的药水喝下 伊恩你没有什么事就出去吧 大人我看您最近喝药 越来越频繁 我担心喝多了 会损害您的身体 虽然这个容易伤你 可总比我连续四天不睡觉好吧 伊恩我不想把话说两遍 好的大人 其实鸡龙也不想这样 可只要一闭上眼睛 他脑海里 就会出现那些求饶的画面 他早就受够了这样的黑夜 男人亲手拿下老师的头颅 只为正式成为一名皇室成员 然而这段记忆 却成了他不尽的噩梦 每当黑夜脑海里 全是血淋淋的画面 可无意圈养的小人 鱼却带来了新的生机 自从安妮成为美露星的贴身侍女后 她每天都学习 人类的语言和行为 小姐这边 美露星扶着墙壁 小心翼翼地走起步子 只要她快坚持不住 安妮就会在一旁加油打起 于是出乎意料美露星 比起昨天又有了进步 安妮现在我们是不是 可以试着走出去了 我真的好激动 什么小姐 你是想多练习一下吗 真是让人欣慰啊 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弟弟妹妹 我有一个大家族 我是大姐家里 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因为很穷父母都出去工作 而我则承担了 照顾他们的重担 那时候我为他们换尿不适 看着他们学会走路 虽然我说的话 他们都不听 有点让人伤心 可是他们是我的家人 我很爱他们 要是您上次没有阻止大人 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 小姐真的很感谢 我只是希望多待一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红衣女子和女仆们 在门口发生争吵 安妮小心地领着美露星 藏在角落偷听 女士很抱歉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命令 大人吩咐一早醒来 就把您送走 那个是首席女仆长 看来喧闹的女士 就是昨天被大人邀请的人 安妮什么是邀请 意思就是那个女的 和大人在一起过了一年 过夜美露星 曾经听说过的单词 美人与姐姐说 这个消息是真的 小姐皇宫这么大 我们去别的地方逛了 安妮你等一下 安妮兴高采烈地 拉着她往其他地方走 还真是有点可惜 她还想问问 那个女人和大人 过夜是什么感觉呢 在遥远的记忆里 老师被皇兄 以叛徒的名义抓了起来 她命令自己亲手 杀了自己的恩师 可基隆拿起剑 颤颤巍巍就是下不了手 皇兄勃然大怒 要是不杀掉 他那被杀的就是他自己 基隆不可知 那可是自己的老师 他怎么下得了手 基隆你记住 从此刻起 他不再是你的老师 他是卖国贼 他差点把情报泄露 伤害整个国家 不皇兄这些消息不是真的 我求您放过他皇帝陛下 基隆哀求自己的皇帝哥哥 不仅没有得到回应法 被他狠狠甩了一巴掌 基隆你这样是不配成为皇室子弟的 我现在以皇帝的身份 命令你杀了他或者杀了自己 这是唯一你可以向我 证明你的心意的事 不然你别无选择 可是这不是真的 老师您怎么可能是叛徒呢 你那么认真的教育我 你怎么会随便 置我们的人名于不顾呢 老师麻木的跪坐在地上 没有一丝回答 基隆急了 您快点否认 这样我就可以尽我所能帮助您 殿下不要再反抗了 您还是听从皇帝陛下的命令吧 继续做下去 叛徒总将会受到惩罚的 殿下您要记住 剑是统治者的手掌 他可以帮助您 更好建立与权臣的关系 那不只是单单的象征杀戮与伤害 学会剑术 可以更好地保护好子民 殿下您要活下去 无奈之下 基隆杀了老师 那是一段糟糕的记忆 基隆烦躁地从垫子上坐了起来 小姐您等等 您得先穿上鞋子再奔跑 窗户外面传来小人鱼甜甜的笑声 这让基隆心情平复了不少 男人把柔弱的女孩压在身下 像是信徒虔诚地亲吻她的脚丫 不可反抗地命令为自己唱一首歌 无尽的夜晚都是不眠之夜 基隆已经受够了这样的黑暗 他狠狠地把装满药的瓶子打碎 那个药品彻底对失眠无用了 这些年无论基隆吃什么药都没有效果 但又不想任命与黑暗共生 他讨厌死了 这时脑海里响起白天小人鱼的笑声 似乎他的声音可以缓解 史料记载美人鱼是一种十分漂亮的生物 千万不可以被他们的外表迷惑 不然就会被他们的歌声偷走灵魂 既然声音厉害到可以偷走灵魂 基隆怀疑这对自己的失眠有一定的帮助 毕竟现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 天啊殿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着房间里一片狼藉 伊恩特别担忧基隆的状态 伊恩你来的正是时候 你立刻去把美人鱼叫过来 美露星摇摇晃晃地扶着士兵的手 可刚会走一点路的他完全跟不上 摇摇晃晃地差点摔倒 发生什么了 可以等等吗 士兵被他说得脸红急忙转开脸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时间了 殿下着急传唤要见你 美露星不太明白只能听从士兵吧 等他们到达门口的时候 士兵却告诉他剩下的路需要他自己过去 进入房间穿过客厅右拐就能到达 你花了很长时间吗 基隆一眼就看到了扶着各种家具前进的美露星 居然是基隆 美露星很是开心 你已经学会走路了吗 走路似的 我练习了很多走路 基隆走到床边坐下 既然这样你继续吧 试着走到我身边 因为他的一句话美露星开始认真起来 他小心翼翼地踏出小步子 身子不太稳定他差点摔倒 基隆觉得他这样子特别可爱 好笑地一直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你这是打算做什么 继续过来 美露星也有脑口气鼓鼓地站起来 接着迈出一步又一步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他终于走到了基隆面前 他开心地向他孩子 大声地向基隆分享自己的喜悦 我成功了 基隆手快地把他拉往旁边 羞地将他压在身下 抬起美露星的一只脚亲吻 你从那么远过来 为了让脚暖和起来 你大带走了多少路 他的操作直接把美露星看待了 脸蛋红红地像个花痴的少女 基隆又重新问了一遍 是不是走了很多路 没有我很好 一只脚被束缚住的 美露星难为情地回复 很好 既然这样你唱首歌给我听吧 怕小人鱼听不懂他重复地继续说 就在这里为我唱首歌 男人扶上小人鱼的脸蛋 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 他就要看看人鱼是否真的能诱人致死 结果传说是假的他没死 他反手凶猛地扼住小人鱼的脖狗 基隆把美露星压在身下 美露星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 眼神呆呆的 我叫你唱歌 为什么傻愣着 基隆把手指头伸进他的嘴巴 里面长了牙一切正常 难道你不知道唱歌是什么吗 到底是没有学习过 还是因为人鱼的歌声会带来诅咒 害怕出事所以不敢教你 那个侍女虽然口头答应得尽全力是否 可到底是和其他人一样 内心认为人鱼是来自深海的怪物 它一定会伤害人类 还真是好笑吗 那些人只敢把你关在鱼缸里 凡尔赛 基隆说出凡尔赛小人鱼就有了反应 你听得懂这个是吗 凡尔赛是人鱼的语言 也是催眠曲的意思 看来人鱼会说古语的传言是真的 很好既然你知道了 那就唱催眠曲给我听吧 基隆的手一直在小人鱼脸上刮冷 美露心害羞的心脏扑通扑通不受控制 你愣着干什么 快点唱 美露心犹犹豫豫的直到基隆把手放在他的嘴巴上 他才张嘴轻声哼唱 歌声灵动悦耳不像是歌曲 反而像是传说中的咒术 可以唤醒很久以前的记忆 那时的基隆很喜欢在海边看 一坐就是一整天 虽然名义上是盯着大海一直看 其实他真正想要的是坠入海底 然后就那样无所顾忌地死去 小人鱼的歌声就像是新的动力 唤醒大海里的自己重新活下去 基隆大概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把他带回来 果然传说永远不可信 可他却真的想要看见小人鱼伸展引诱人去死 所以他毫不犹豫捧起小人鱼的脑袋吻了上去 这可把美露心害羞死了 疑惑的眼神看着男人 这是什么 继续唱你的歌 我没让你停下你就继续 等再一次醒来便是第二天了 美露心先从床上坐起 眼神呆呆地打量着房间周围 直到看到基隆他才想起昨天他睡在了这里 未经人士的小人鱼不清楚昨天的亲吻意味着什么 只是感觉痒痒的心跳快快的 他把这种怪异的好感认为是遇到爱人的表现 无聊的他伸手触碰基隆的嘴巴 没想却立马把人给惊醒了 基隆下意识地认为是偷袭 下手狠辣地扼住小人鱼的脖子